这是一道送分体 我们都知道 刺客三技能引盾 能让刺客进入隐身状态 并强化下一次攻击 那引盾先放和后放 它们造成的伤害是否一样呢 A引盾先放和后放伤害一样 B引盾先放伤害更高 C引盾后放伤害更高 请看完整视频 首先我们来测试引盾先放伤害 一拳对目装造成2996点伤害 我们再来测试引盾后放伤害 一拳对目装造成2996点伤害 正确答案选择 A引盾先放和后放伤害一样 第二题 基础题 在元气骑士中 成就 闪避练习生的获取条件是什么 A游侠练习时长两个半小时 B无伤通关关卡模式 C在试炼之地 不损失生命值和护盾击败一个首领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成就 闪避练习生的获取条件是 在试炼之地不损失生命值和护盾击败一个首领 第三题 一错题 众所周知 一拳的伤害非常高 第一拳消耗99点能量值 可以直接打出999点伤害 对于普通的前期boss 基本可以一招秒掉 当一拳攻击后 品质会变成白色的 那白色的一拳 蓄力后能打出多少伤害呢 A白色的一拳伤害9点 暴击18点 B白色的一拳伤害10点 暴击20点 C白色的一拳伤害12点 暴击24点 D我还没有一拳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蓄力后 白色的一拳伤害9点 暴击18点 第四题 判断题 有粉丝说 他在其他主播那里看到 武器熔炉和冰川 能合成极光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 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雪人之鹰属于手枪类武器 使用时 需要消耗两点蓝量 向前方发射一枚雪球 暴击会触发冰洞 并召唤一个小雪人 小雪人 可以发出地震波 并且 小雪人 还可以挡子弹 是一生最喜欢的武器之一了 那雪人之鹰 是哪个 BOSS掉落的 A雪山大猿王 B雪人王 C水晶巨蟹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雪人之鹰 是雪人王掉落的 不过 我对这个人的意见 持反对态度 雪人之鹰 是真的强 BOSS掉落的 BOSS掉落的